我們公司從1996年開始成立 最主要早期都是在標工作 還是在做一些公家機關的事項 後來就到了大概三五年後 就承包了蠻多的醫院、公家機關 當時也是兩百多個人員 那承接之後有發生一些事情 就開始在內心再去思考 比方說遇到了SARS 那這些夥伴們還是也沒有退 他還是在那個工作環境 然後把他做到他的角色扮演到最好的一個呈現 讓我們的環境不會受到了其他的污染啊各方面 那我也在內心想說 我到底還可以給人家什麼 啊這群這麼可愛的人 那任勞任怨的在工作 那當時他們的環境是15840 在那時候然後月休四天還是六天 我就覺得說這樣對他們好像很不公平 可是我也沒有能力去改善 那時候就開始想我可以做什麼 讓這一群人更好 那當然各體戶的競爭者當然就在差別 剛才有提到的工具的研發上面 你怎麼讓他在工法跟工具上 別人做八個小時 你怎麼讓他用四個小時做完 那當然這個透過工具透過教育是可以辦得到的 我們未來公司要做的 未來公司在做的 他有分了切的幾個部分 我們也正在做執行 比方說我們現在在做 怎麼去把SOP做證照化 那當然是內部證照化 那也在切割 那怎麼去推到政府 然後跟政府在互動 那我想期望說可以進而跟這個服務 可以擴大更多的人 讓我們的基層的效應 能力收入都可以提高 那這個我們正在處理 那第二個部分 等於是我們在做研發的部分 那研發的部分 包含我們的機動的一些加盟的概念 那這個是長期累積下來的資料了 那這個應該我們也會再去推 那這個是我們後面要推的這兩個大區塊 那我想要切好也不容易啦 那也希望說大家幫忙跟支持 我們也有一個協助的 但是我們會做的 或者是穩定的 對的 我們還是可以做到